大家好 我是雪霸國家公園武林管理站主任廖林彥 來到武林地區 你一定要來參觀台灣英文共舞歸生態中心 因為它二樓有豐富的展示館 以及戶外的生態池 接下來就由我跟他帶領大家來參觀二樓的展示館 要認識國寶於台灣英文共舞歸之前 我們必須先知道它的起源 英文共舞歸原本生存在緯度高的日本海附近 但是在十萬年前遇到了冰河時期 讓整個海水溫度巨降 英文共舞歸被迫難牽 它整個牽引的路線是從日本海回游到台灣海峽附近 那時候台灣海峽附近的海水溫度是適合它的 之後它必須為了繁衍進入到台灣中部的大甲溪流域 在這裡繁殖富裕下一代 但是在整個冰河時期退了 加上地殼的變動 讓它回家的路被阻隔住了 所以慢慢逐漸演化成台灣特有的芽種 也是冰河的絕疑 很多遊客都在問 國寶魚為什麼稱作台灣櫻花鉤吻龜 在繁殖季節的時候 不論雌熊 鮭魚的體側都有像櫻花一樣粉紅的顏色 至於鉤吻 就取雄性鮭魚的特徵 在繁殖季節的時候 它的下額會比上額更突出 我們台語俗稱叫做厚稻 那因為它是台灣特有的芽種 所以又稱作台灣櫻花鉤吻龜 剛剛提到都是回遊型鮭魚的一個特徵 那我們國寶已經終其一生 生活在淡水 那些特徵已經不是那麼明顯了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的鮭魚在繁殖之後不必然死亡 可以參與兩次、三次 所以櫻花鉤吻龜最大年齡可以活到四歲 在我後方的生態池 除了有淨化水質的功能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重大的生態的意義 就是颱風的避難所 我們都知道 當颱風來臨的時候 七家灣西的水量又大又急 濁度也很高 這裡的避難所能夠在颱風季節的時候 提供乾淨的水質 讓下游的野外族群 能夠上溯到避難河道內 躲避颱風的衝擊 減少野外族群生存的壓力 雪坝國家公園為了國寶魚的保育做了很多的努力 在就地保育的部分 我們創了很多台灣的第一 譬如我們改善了五座藍沙坝 譬如我們是第一個為了保育 去增收8.1公頃的私有菜地 我們設置了污水處理場 我們促成五林農場轉型 我們設置了鮭魚的避難河道 以及我們每年跟其他機關來植樹造林等等 在遺地保育的部分 我們每年藉由放流鮭魚的族群 擴展它的棲息空間 以上這些努力 讓鮭魚曾經瀕臨滅絕的數量400多位 增加到目前的4000多位 我們達成第一階段目標 也就是七甲灣溪十多公里的河段 能夠健康而且自我繁衍的一個野生族群 台灣硬化共鮭不僅是國寶魚 也是很重要的環境指標 因為人為的開發使得國寶魚一度瀕臨滅絕 但是也因為我們的努力 讓國寶魚的數量能夠趨於穩定 我們歡迎遊客能夠來到國寶魚的故鄉 七甲灣溪盼 體驗台灣溪流生態之美 香水 你